一定告他到底啊 你網路要貼 貼什麼新聞 你要講人家怎樣 你就必須要負責任 還說什麼我追他 那你要把我老婆的臉丟在哪裡去 對不對 這個莫名其妙 不過吃也沒吃那麼差的 神經病 領天由2015年與納豆交往曝光後 一戀成名 童年因為買真奶壽氣 破問酸電源領不到22K 還態度差 直接被全網岩上 如此風雲的人物 在隔年與納豆分手後 逐漸淡出演藝圈 沒想到睽違須舊 再度成為話題人物 竟是因為自暴遭交往三年的 耐性富商家暴 來來來來 講一下吧 除此之外 林千佑更控耐性富商的好友 匯聚公司老闆Kevin 詆毀誣蔑 對此Kevin除了在Instagram 跑紅開嗆之外 也接受中天獨家訪問 揚言要對林千佑告到底 剛剛已經委任律師 現在去遞狀 公然侮辱跟妨害名譽 目前沒有全場是告刑事 刑事成了以後再告民事 林千佑早就把我封鎖了 可是他這一次就突然寫我怎樣 就驚悟到我 禮拜五晚上吃完飯 大概11點 我就看他IG突然在罵我 貼我的FB嘛 然後上面寫 鍋子的鍋什麼 他什麼跟博弈的 跟什麼 什麼黑道大哥 跟誰瞎拍一堆 那他罵我 對不對 他又在那邊取暖說 哇 跟賴先生說 差點心肌梗塞的時候 誰上你身邊怎樣有的沒有 笑死人 人家賴先生本來就約 約好要去做心導管理手術 你才那邊取暖 那我就用他那一篇圍擊他 今天是你自己的問題 干我什麼事 那你會要扯我下水 還要扯什麼車禍有的沒有的 三神定念的 沒有知識不會上網查嗎 還說什麼我追他 那你要把我老婆的臉丟在哪裡去 對不對 這個莫名其妙 不過吃也沒吃那麼差的 神經病 粉絲六萬多 隨便PO個貼文 然後還扯到我小孩子 然後還扯到什麼 我以前追過他 亂講一通嘛 所以你可以就是告到底嗎 一定告他到底啊 你網路要貼 貼什麼新聞 你要講人家怎樣 你就必須要負責任 對不對 那賴先生是怎麼認識的 他跟賴先生應該是 可能唱歌認識 還是朋友介紹的 所以賴先生在他身上 大概花多少錢 少說應該幾千萬 大家出去吃吃喝玩樂 買東買西 幾千萬已經跑不掉了 其實他們輪回已經很多次了 那這一次是比較 過分誇張的一點 你們吃四個愛馬 吃飽都是賴先生買的 當然都賴先生買的 那包包本來就他的 只是寄放在他家而已 所以他回去拿回自己的東西 就拿回自己的東西啊 不然很簡單嘛 去掉刷卡紀錄 購買紀錄就好啦 我跟林小姐本來還算可以 去年5月我去 歐洲返款賽風完以後 我突然看到他用假帳號 攻擊他 那個前妻以後 看了XX 整個火就上來了 你說什麼 你老公已經兩年不回家了 你還不趕離合 幹嘛幹嘛 我說你會不會太扯 他叫我不要管太多 就過好你的小三生活也不會怎麼樣啊 為什麼你當一個小三的 還要強制奪遍 然後還用假帳號 去攻擊人家政公 這很沒有道義嘛 他還來我家亂過 他都叫我下來跟他對指 我說要跟你對指什麼 我就不熟 我說我要跟你對指什麼 帶一個女生來我家 那個暗門 我想說你有沒有搞錯 今天我跳出來講 講把來對我也沒什麼好處 對不對 問題是 就真的 看不下去 那你就罵我 看你罵我 當我軟事實啊 我肯定回籍的 這會有什麼話要對你牽扯 不要隨便牽扯別人 然後自己好 過得好 比較重要 然後對自己講的話要負責